解述第三章第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昨晚我讲到就是关于我们主动 最好是我们主动的去接受神话语的试炼 主动的去接受神话语的试炼 神呼召你 你愿不愿意走这条难行的路呢 他当像基典那样呼召你 他当是亚伯拉罕那样呼召你 他当是这个摩西那样呼召你 你想想 神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有车的 有飞机的 神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时代 才呼召亚伯拉罕 我叫他来到本地本族附加 不用他用脚去淘宝 在几千年前呼召亚伯拉罕 那时候没有车没有飞机很辛苦 神为什么不选择这些义行呢 因为原因很简单 因为其实如我所说 当你愿意主动的去承担神这个 我们称为忍耐的道 你愿意冒死和冒险的话 你在这样的程度下利而有得胜的话 那你就是神家中的处置 明白吗 现在这里讲的是说 你既然是肯遵守神忍耐的道 神不单是要你被提 而并且在过程当中 在第十一节 祂就这样说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祂所有的是什么 就是忍耐的道 祂所有的就是在危难当中 在困境当中 神所给祂这个呼召 OK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原来这个忍耐的道 是会带来什么呢 冠冕的哦 而第十二节清楚说 原来我们主动的 愿意去遵守这个忍耐的道 我们会在神的家当中 是会成为 叫做最高grade那种的信仰 最高grade那种基督徒 第十二节 得性的我要叫他在我神 殿中作处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 和我神成的名 这里你看到 为什么会成为神家里面作处子 因为他真的能够终于成功成为神的 神的居所 如果我们总括整个 神所定的全个人类历史的计划 只有一句 神可以为自己建立他的居所 对不对 而事实上 你知不知道 你如果在日本 每一间屋 有时候那些叫做 我们说的house 这一间屋 你知不知道 当一间屋建立完之后 这间屋的主人入货之前 就会将自己的名字 写在这间屋的门口 你知不知道 这个三杉的屋 这个四杉的屋 这个井下的屋 这个河下的屋 这个村上的屋 他会将自己的名字写下去 你会看到他说什么 他说 你作神家里面的处子之外 他又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成的名 括着就是 这成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身名 都写在他上面 你见不见到 原来 有这个柱子的殿 有这个柱子的屋 是神看成为 他的永久居所 他会将他的名字 写下去 将他自己的名号 写下去 你见不见 我想你知道 我们知道弟兄姊妹 永远 反正 你有没有想过 反正 你都是要经事连的 尤其是现在的 第十六时代 现在我在说 你们回到外面 教会的人 我在说 你们现在听我这篇信息的人 你不愿意付代价 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愿意付代价 我现在说清楚 你已经会看到这个时代 你愿不愿意 你都要受这个事连 那不如你主动去接受 明白吗 迫上梁山也好 我姓梁的 你都要迫上的 明白吗 而实际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都发觉 有时先生罚我 有时会罚到一个阶段 我终于想 叫做想通了 我不做功课的时候 有些恶的先生 就叫我回座 我会继续不做功课 但有些先生 要我做十倍 要我佛抄十倍 那些先生 每一堂我都会教足功课 你知不知道 即是想通了 反正我都 我不主动去做的话 我反正被动要做 我被动的时候做的更多 那不如我主动的 其他课堂那些 我可以不交功课 因为有些甚至不会追上功课 太忙了 但是那些追 还要我多写五倍 写十倍 那些 我一定会教足 鼎子妹 我想让你知道 就算你是我们的教会 或者是其他教会 我想我说的事实 你已经是进入七年大灾难 你已经是一个叫做普天下的人 这里为什么说普天下 因为真的是普天下 全世界的人将要受七年大灾难的试炼 但我想你知道 如果你现在 拔车尾最后 能够逃避七年大灾难的最后 在这一段时间 你都不愿意去做任何事的话 你不愿意去承担 这个 去为神踏出一步的这些后果的话 我想你知道 七年大灾难 是随时十倍更大的试炼 会临到你的身上 永远在神的面前 是主动去接受神的试炼 比比被动去接受神的试炼 你知道吗 神的烈火 你落在神的手里面 是非常之可怕的 你知道吗 而事实上 这个念证 在圣经里面清楚记载 就是这个当收割的时候 这些康壁 会用这些风去吹在一边 然后用不灭的火会烧尽 你知不知道 如果在七年大灾难当中 你留在那时候 才被动去受这个试炼的话 一个不小心 你不通过 你还要落地獄 何必呢 明白吗 等于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试过一个英文 是非常严厌的 就是当我读圣若汉的时候 就是小学的时候 还是住在庄龙邨的时候 我读这间学校的时候 这个英文的时候 如果我参不及的话 再次抄过 明白吗 换句话说 当我想让你知道 你在七年大灾难 才去受这个试炼 你是蠢到假零日的 如果你现在听过这篇信息 你知道你的时代 你听2012的信息 看见我们真的活在这个时代 而你也不能够踏出一步的话 去面对这个神呼召 神的话语当中 要有的试炼 或者失去的话 而事实上 很多时候 我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都发觉 我面对这个冲击 我面对真的反了 也不能吃我愿意付出 但是当我就是付出的那一剎那 我得到神的回报 很多时候 那只是一个决定 就好像 亚伯拉尔以撒尼会 真的去劫了个儿子 他真的欠了他做犯祭 其实很多时候 你是没有的 你是愿意去接受这个试炼 神是怜悯的 他就算你 清理为义 你明白吗 所以我曾经也分享过 有一次 我自己在加拿大 当我 预备回来 开始教会的时候 当时我用了我所有的钱 去买书 用了所有的钱 的意思 其实我还有一两天 就要上飞机 当然我上飞机的时候 当时有牧师 车我去 送我去飞机场 所以我用了最后的钱 最后的钱的意思 就是我去买一些 二手的书室 去买一些 二手一两元几毫的熟灵书值 导致我手上 只有五元的加币 去上飞机 但是问题 当我带着这个五元 打算过两天 我上飞机的时候 在一次的聚会 神感到我要将这个五元 全部 当时的五元是很少的 但是那已经是我全部 而那个思念 就是说 好像别人所说 你踩死人家的鸡仔 但是我在聚会当中 就付了出去 就给了出去 但是就在聚会当中 神感到另一个人 是给了几十元的奉献 给我 一完整的聚会之后 我目搜过来 这笔奉献给你 你知道当时我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就是 有时你遵守神仁内 有时要忍到尾 但是在这么多年当中 在我自己所经历当中 不是所有都是这样 最后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真的不会说没有了 我自己预备所摆出的 所谓的 身家性命财产 这个赌注 我说赌注的原因就是 当时真的如果失败了 就是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就是完全是 没有了这个成功 没有了我自己所拥有的 但是这么多年当中 我都愿意走到这一步 虽然这件事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我走到这一步 我没有得罪神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弟兄姊妹 我能够称你为弟兄姊妹的原因 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是愿意在神的大令下 你愿意被神的话语去试炼 如果你不愿意被神的话语去试炼的话 你不一定是我的弟兄姊妹 因为为什么 你不一定上到天堂 尤其是如果你留在七年大灾难的话 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神不免去你的试炼的话 那你有机会被证明你只是一个康匹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靠被动的方式去试炼你的信仰 你从来主动的 你不愿意为神付出或者失去 你那是什么信仰 你以为阿巴拉罕他相信了神 那你就上到天堂 有关你的事 你没有效法阿巴拉罕的信心 你知不知道 你不能单凭我们自己去认亲认戚 又说我回这个浸训会 我回这个宣度会 那我就上到天堂 你靠这种认亲认戚的方式 我说一听 我说一听 宣度会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上到天堂 浸训会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上到天堂 你认一个会就可以了 我说一听 你不要认这个会 就算你认阿巴拉罕是你的祖宗又如何 你看到主耶稣基督 他就说到这些法力作人 你自己心里想着有阿巴拉罕有摩西在你的祖宗 就可以了 但问题你自己 有没有在你的信仰当中 在神的话语当中 在这个识念忍耐的道当中 去付出过呢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又能够成功在离世之前 你会去哪里 你知不知道他来一世之后 会去哪里 甚至不忍心让你和在普天下的人 去经历这件事 所以他就有七年大灾难 让这些人 是叫做不见棺材 不流眼泪 在人类历史最后结束的时候 给每一个人类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但我想你知道 你不用等到那一刻 因为我自己本身读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已经学了我的教训 我希望这个教训 能够和你去分享 不要像我这样 在这个英文sir上学到这个教训 反正你都要受试炼 为什么你不今天 在这个可以说 在最后拔车尾这一刻 去选择上好的福分呢 不要被动的去面对 冒死冒险 七年大灾难 是一个冒死冒险的日子 七年大灾难 是被那些不愿意 去面对这个忍耐的道 被动的 在最后去选择神 能跟从神的人 就算我给他pass 他都不是教会 我给他pass 他都只是保考 我给他pass 他都不是金灯台 因为这是圣经讲 他们只是灯台 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有让自己去 shrug rép热灭泪 你太难觉像会 你的忍耐 晒浓身 为你好的经历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